今天來打完這關 新難度SUPER的明哥 基本上這關就是之前的強化版 高點攻 高點防 高點血 其實是沒什麼分別的 原本掉那張SSR悟空 這一關就直接變成掉UR 過一張就方便你用來升技 因為超級殺人 孫悟空都有很多卡片 如果你想升技的話 就可以在這關刷超級殺人 孫悟空來 幫其他孫悟空就去升必殺技 還有機率都蠻高的 個人覺得都有40-50%左右 跌卡的機率 有時還會一次過跌兩張 因為試過連續三四場都有卡跌 不過就只限SUPER難度 那個SAT HIGH難度 我就沒有直接刷SUPER 對了 其實原本這條影片就錄好了一段時間 不過因為前兩天 我這邊這一間網絡公司 就出了一些問題 然後就拖到現在才能出到這條影片 我也不想 沒辦法 都蠻惹惹的 話說前兩天 我一睡醒突然連到線 然後就打到網絡公司問 然後說完一大輪之後 他又說他那邊的信號沒問題 不如你測一下你的設備 然後我就拖到WiFi 直接把路由器插進電腦 都是不行 證明就不是WiFi問題 沒有理由同時壞了WiFi和壞了兩部電腦 對不對 WiFi又沒有關係 主機手提電腦也沒有關係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只有路由器 然後路由器 前一陣子 那間網絡公司 有幫過我那棟大廈做過一個更換計劃 整棟大廈 整棟大廈一起換新的路由器 好像過了都不夠幾個月 其實路由器都算新的 用了大約一個多兩個月左右 那沒理由 正常的話應該都沒有理由跟路由器有關 變成他那邊又說他信號沒問題 那我這邊也測不到什麼問題 然後我直接去他的公司 直接去他的店舖問他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這個路由器穿了多少盞燈 我說三盞 電源、網線、訊號燈 穿了三盞 然後他說 三盞燈不就是有問題 正常要穿四盞 然後我一時不知道怎樣回答他 電源一盞 你訊號一盞 加個網絡一盞 你何來還有第四盞 第四盞是什麼燈 然後我回到家 然後我找一下那個安裝指南 他明明都是寫著三盞燈 只會穿三盞 但他都說是穿四盞才正常 穿三盞是不正常 然後我又回到家 整個路由器拿過去和他換了新的回來 然後又是不行 然後最後 搞完一大盞東西之後 都是要找個專業師傅過來 檢查一下是什麼問題 然後 搞完一大盞 然後師傅跟我說 換了路由器 要塑外重新打那些資料上去 才可以正常 哇靠 那天我當堂有一股想打人的衝動 明白嗎 明明就是你們梳忽入漏了資料 然後就說我這邊的路由器又有問題 又說設備不知道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又要我去換路由器 明明就沒問題 搞到我要白走一趟 然後還堅硬說要著四盞燈才正常 嘩 頂到肺 總之 唉 現在就暫時正常回 可以上網了 所以才出到這段影片 對 還有像在L.R.悟空出的時候 都是靠他來升技 你L.R.悟空 你打定多些孫悟空 這個活動我覺得 可以優先拆掉 因為這個活動 日版是出過一次之後 就已經沒有再出了 現在都 即是說 暫時只有一次機會 暫時 目前來說 所以 把握機會 刷定多些孫悟空 就可以升技 跟著 其他L.R.也可以升 升其他卡 又可以 跟著 如果你升滿技 又可以拿去賣 賣給婆婆 賺的點數 跟著 又可以用點數來換其他道具 老界王神 東界王神 或者遲 像日版一樣 多了兩張 新卡 可以在那裡換 對 總之很有用 現在 這麼多活動 我覺得最主要 就是 要先做這個 對 其他活動 都可以不用理 因為其他活動 其實之後 都會再出 超激戰 現在日版 超激戰 已經是每個星期 每一日都有 不同的超激戰 每個星期都有 對 總之就是 這樣 今集就 在這裏完完 先 下集再見 就是這樣 See you